最后生还者 part 1是2013年发售的最后生还者的重制版 将于9月2日发售 售价70美元 很荣幸这次可以提前拿到这个游戏的评测版 这也是我第一次早于发售日开始做视频 很激动 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我可以抢先体验part 1这个重制版 我还可以补上我之前没有写过的最后生还者 最后还能潜聊一下我两年前避而没谈的part 2 我们先来聊聊part 1 最后生还者已经在PS4上remaster过一次 画面绝不是最大的短板 至少不会让人出戏 不过公布重制以后 我还是会期待这个第二次重制 会不会把part 2那种精良的画面表现 和丰富的关卡设计反补给part 1 我也会担心剧情会不会也被改动 结果担心和期待都是多余的 最后生还者part 1 除了一些用户体验 枪械手感的提升和通关后解锁的换装 游戏唯一升级的地方就是画面 其他的一笔没动 而花了很大功夫升级的画面 在很多地方效果明显 但现在的标准来衡量 也在很多地方感觉顽皮狗做的还不够多 重制版看起来用了part 2的引擎 提供了两种分辨率选项 其余part 1基本只重做了模型和贴图 升级了光影的渲染 尤其是人物模型提升很大 有了更复杂的rigging 表情更细腻自然 人物眉毛眼皮嘴唇和整个身体的细小动作 让新版的过场动画十分惊艳 更像是真人演绎的 但相比之下 在正常的游玩过程中 因为人物的动作动画和场景设计 基本没有变 角色走路 攀爬 蹲伏 战斗 勒死敌人 和推一万色垃圾车动作 等等很多环节 还是能感觉到岁月的痕迹 和2020年的最后生还者 part 2比 仍然有不小的差距 如果把part 1当作一个 2022年的新游戏来看 剧情可以说是历久弥新 但玩法就显得成就了 游戏的关卡和敌人AI 和玩皮狗后来的神秘海鱼4 和最后生还者2比 都太2013了 我觉得这次的part 1很明显 不是瞄准已经玩过的玩家 因为再买一次 不是很有必要 它瞄准的是还未入坑的新玩家 年轻玩家 让他们可以体验画面风格更统一的 完整的一套最后生还者 但对我来说 最后生还者不需要加任何后缀 它本身就是一个独立 完整 叛逆又优美的游戏 前方全是剧透 还没上车的先去补票 即使放在9年前 最后生还者的故事梗概 在一众僵尸故事里也没什么稀奇的 一个失毒父亲 变成了冷血的杀戮机器 恰巧出现了一个对僵尸病毒免疫的小女孩 成为了人类最后的希望 然后他俩踏上了旅程 但最后生还者却在这山一样多的僵尸故事里 脱颖而出了 在最后生还者之前的大部分主流的强叙事游戏 基本只靠过场动画来承担90%的叙事功能 不论是情节转折 煽情还是交代重要信息 过场动画以外发生的叙事 要么像GTA大标课那样 一上车上马就开始嗶嗶 只是填补无聊的赶路时间 要么像刺客信条那样 在路上摸得感情的向玩家倾倒信息 到了放动画的环节 突然又情感充沛了起来 感受上就是割裂感很强 把这些游戏的过场动画剪在一起 就能得到一个游戏电影 云完就能获得完整的剧情体验 和实际玩过的人感受差不多 但最后生还者不是 玩家了解角色的方式不是靠观看 而是靠陪伴 很多我最喜欢的对白和刻画 都发生在赶路搜刮过程中的小对话里 我印象很深的是 在比尔的小镇 Elly边走会边练习吹口哨 但吹不出来 到后来 我正在埋头按三角开抽屉呢 完全没想到它突然就吹出声了 我隔着屏幕也能感觉到它的高兴 慢慢地成长在不经意间就已经发生了 甚至Joe真正直接回应Sarah的死 也是发生在这些小小对话里 这些对白设计得太自然了 这些小对话根本对整个宏观的故事 导演要讲的利益 没有什么推进的作用 只是为了让玩家可以时刻感觉到 两个主人公的存在和成长 不论是过场动画 还是战斗前行 战斗之前的安静时刻 游戏没有浪费任何一秒 把所有的对白都用来服务于决策刻画 玩家是一起看着Joe和Allie 闹别扭 经历危险 一步步成长 到最后甚至人人都可以拍着胸脯 说自己很了解Joe和Allie 就像自己真的认识他们 在倒数第二章 Allie躺在手术台上 Joe面临那个人类在一端 Allie在另一端 那个巨大的电车难题的时候 我感觉我自己也和Joe有一样的冲动 自私的冲动 当游戏从过场动画切出来 把枪交在我自己的手里的时候 内心的冲动和放在手柄扳机箭上的食指 一起爆发出 我知道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因为Joe就是一个在女儿死后 对世界绝望 对人命冷漠 不在乎他人也不被人理解 连自己的弟弟Tommy也不认可他的 残暴又自私的人 他在这个世界上是很孤独的 而Allie眼看着身边的人都被僵尸咬死 只有自己活了下来 成为了人类唯一的希望后 连母亲的好友看着自己长大的Marleen 也希望他能够舍身取义 可想而知他内心有多孤独 最后生还者 The Last of Us 这个Us才是游戏的精髓 在这个末世 我们之间有了羁绊 互相搀扶 治愈着彼此的孤独 到了故事的尾声 Allie苏醒 问Joe怎么回事 Joe选择撒谎 这个烂摊子已经大到没人能收拾残局了 Allie心知肚明 但没有戳破 或许早在他拒绝Tommy的护送 选择跟Joe一路走下去的时候 有些深沉的 矛盾的情感 就已经形成了 我很喜欢结尾再次扮演Allie 默默跟在Joe的身后的那个部分 特别意味深长 这个设计拉远了我跟这个扮演了 一路的角色的距离 看着Joe老父亲的背影 我会觉得有些东西已经变了 最后Allie质问Joe Swear to me that everything that you've said about the fireflies is true Joe依然撒谎 I swear OK 这句奇妙淡写的OK 我觉得是《最后生还者》在一万种可能的结局里选择的最有利的一个 第一次玩的时候我记得我是自言自语 Joe 你完了 再次通关part one的时候 不出意外 我还是流泪了 我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 太美了 这个故事太成功了 不论是Allie的成长还是Joe的改变 都完美保持了角色性格的一致性 这是《最后生还者》最高明的地方 而让一个把自私贯彻史中的反英雄成为主角 是他叛逆的地方 但很可惜 《最后生还者》part two 既不高明 也不叛逆 虽然part two有超强的AI和庞大复杂的关卡设计 但它丢掉了原版最宝贵的地方 就是角色刻画的一致 玩家和角色的共情 以及那种对Joe和Allie的熟悉和陪伴感 把这些玩家在上一代 好不容易建立起共情的角色 变成了推动情节发展的工具 变成了导演的提线木偶 然后part two操纵了这些木偶 在社会秩序和道德都崩塌的后起事录世界 像一个年过八十的秃头老僧 絮絮道道地讲了一个非常肤浅的道理 杀人不好 复仇坏坏 并且傲慢地觉得 可以绕过玩家的情感曲线 仅靠蜻蜓点水的解释和逻辑交代 就让观众对角色内心的发展变迁 完全买账 而实际上因为达不成玩家对角色的共情 这个故事就变成了 充满华丽点缀和转折的 散发着浓烈说教意味的小预言故事 我觉得能调动起玩家的情感 让玩家真的关心游戏里的虚拟角色 才是高明的地方 但遗憾的是 part two里能瞬间触动我的部分 有且仅有那些关于Joe的回忆片段 之所以要把已经过去两年的part two 拿出来再讲 是因为在我这第三次 玩最后生还者的过程中 总是不可避免地 有part two的回忆闪现插播进来 就像part two里插播的那些初代回忆一样 我玩part two的回忆 也像一个远古创伤 一想到就会刺痛 我发现我在记忆里一直在逃避里面的种种细节 我不忍心看到那些熟悉的老朋友 沦为导演的说教工具 当然我也无法接受他给所有角色安排的行为 转变和结局 于是在通关之后 我就在潜意识里把它删除了 所以当我带着part two的记忆 重新体验part one 反而让我更能欣赏原版叙事的动人之处 即使是第三次完全相同的流程 和九岁高龄的古老玩法 我依然能没有怨言地陪着Joe和Allie 横跨大半个美国 去体会他们的成长和创伤 最终达到我心目中的 一个近乎完美的游戏结局 如果您喜欢最后生还者 不要忘记留下三连哦